有團體在立法會外示威 至早前召開記者會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 誣衊中國政府 集會人士逗留大約一小時 已經全部離開 幾百人下午三點多 在立法會外集會 部分人在唱外國歌曲 有人揮動國旗和區旗 展示橫額紙 林榮基瀑滅中國政府 又指他違反內地法律 又質疑協助林榮基的立法會議員何俊仁 破壞一國兩制 質疑他協助林榮基是抽水行為 今日來就是支持政府 我們是反對民族什麼的政軍 何俊仁破壞一國兩制 即是怎樣破壞一國兩制 應該是的 你看他 他心想搞亂香港的 他煽動香港的群眾 煽動香港的青少年 但他家裡的一家人當中 有兒子有女兒 未曾見過他有一個家人七雷鋪頭的 你要開記者招待會 你要怎樣幫他 是你個人的事 不可以在立法會去濫用這些東西 你去租一個社區會堂或者去酒樓 我們不會理你 這些是你個人的事 但你用到立法會上電視這樣去幫一個涉嫌 犯了國家法律的人 就不應該的 香港賣書就是不會犯國家法例的 我們看新聞 都是經你們傳媒 我們知道 他是拿些禁書上去賣 是觸犯了國家法例 就算你現在拿些禁書 你去美國賣 那邊一樣有FBI去抓你 有聯邦密探去抓你 這些是每個國家的底線 是的 準備廢話 康復 閃 樓